112年度泰山区绿竹笋评鉴比赛如期登场 农会表示众多参赛者想要从中胜选而出 包括笋肉的脆度、甜度跟竹笋外观等等三大要件 都是评审员列入评鉴的主要项目 112年度泰山区绿竹笋评鉴比赛在农会四楼举办 多位改良场评审人员很仔细地针对所有报名参赛者的样品进行评鉴 农会表示众多参赛者想要从中胜选而出 以下这三点评鉴项目是主要关键 绿竹笋的评鉴的话最主要就是有三个评比标准 第一个是看甜度 就是说它会去测糖分 看甜度最高的那当然就是甜酸 第二个就是脆度 脆度就是硬度 它会去试用机器去试试说竹笋的硬度到底怎么样 然后再来就是看外观 那外观就是主要是说竹笋的外观 有没有符合那个标准 此外在会场还有加征班绿竹笋创意料理比赛 农会表示前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虽比赛照常举行 但是没有对外开放 今年则是如期登场 希望能够激发参赛者的竹笋创意料理 那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料理就是等于说尽量 就不开放啦 我们还是有评鉴 可是这个料理的部分我们就没有 所以今年又因为整个开放了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料理的部分又给它加进来 都有很重视的那个成分在 那他们其实他们我们这些都是家政班员 他们是都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啦 然后来让大家一起共同研发 那也是让他们说 同一个班自己一个班 然后他们就有找到他们团队合作这个默契 那大家激发大家的创意 经过一个上午的评鉴最后获得评审们一致认同 就是编号AI的这位皇帝农友 拿下纪念度绿竹笋冠军宝座 能会说在地生产的绿竹笋 口感清爽脆口是夏季料理的圣品 也被称为食材界的绿宝石 希望透过比赛帮助农友行销增加经济收益 记者黄又贤泰山报导